B站UP主因薅羊毛被封号,涉案金额700万,人民日报良知敏灭,但长大后,当我便立了社会上种种荒诞的事端之后,我发现上述价值观至今仍是一句空乏的口号,而这个事情即便在二次元喜好者云集的Bilibili平台上也同样如此,这是一件因B站UP路人被引发的事端。 此人在前些时间因为于某宝的店铺发现了一个销售漏童,店家降员26元4500克的骑程物设置为4500斤,故而在自家粉丝群众大肆扩散,诱导数以千计的粉丝在一夜间薅掉了商家700万的货物,让这样一家小本经营的店铺面临到破产倒闭的危机,而到了7日下午17点左右,作为中国境内最为权威的人民日报也同样就此事给出了狠狠的评判。 羊毛党的存在当属如今互联网的一大毒瘤,它们会让网络沦落为劣币驱逐良币的存在,使得很多优秀的,原本能够给真实用户带来优异享受的项目都面临夭折,严重扰乱了互联网的正常发展。